好 我們剛才講說有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那下列這些狀況 你可以確定有化學變化 就是你確定有新物質發生 你就知道有化學變化發生 你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狀況知道 確定它有化學變化呢 有沉澱 這一杯液體沒有沉澱 這一杯液體沒有沉澱 倒在一起卻有沉澱 這鐵定叫做新物質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確定它有化學變化 碳酸辣加濾化鈣 產生濾化鈣酸辣幹 這個是我們在教周期表的時候會提到它 然後會帶出一個重要的性質叫做減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這樣子 沒沉澱 沒沉澱 變成有沉澱 白色的 國中學的沉澱幾乎全部都是白色的 所以白色不用背 你背不是白色就好 背不是白色 沒背後就是白的 比如說這玩意兒不是白的 硫不是白的 這是下學期也會出現的實驗 硫帶硫酸辣加鹽酸會產生黃色的流沉澱 黃色的流沉澱 這個不是白的 不是白的就背嗎 沒背的就是白的 沒背的 這叫做錯 溶液加溶液卻有沉澱 我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它叫做化學變化 這裡 A 不是氣體 B 不是氣體 倒在一起卻有氣體冒出來 就確定有心物質發生 心物質發生 所以確定有化學變化 比如 碳酸鈣加西酸會有二氧化碳 這個我們不久之後就要做這個實驗 然後等到了下學期交酸鹼鹽的時候會再提到它一次 叫做酸的重要通性叫做碳酸鹽加西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未來 然後這個是我們未來在交空氣的時候會提到的一個反應 就是碳酸鈣加鹽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一個固體 加一個液體 產生一個氣體 心物質 雙氧水 這也是未來馬上就要交的一個反應 雙氧水會產生氧氣 雙氧水就是一個液碳 然後波波波波波就會泡泡 所以表示有心物質發生 這也是馬上就要交到的內容 好 再來就是顏色會發生變化 當然這個顏色變化不是刷油漆的顏色變化 不是刷油漆 是這個跟這個 碳酸鈣加鹽酸就變了 雙氧化碳酷剛跟你講過了 有水是粉紅色的 沒有水是藍色的 我發給你那張粉紅色的是拿去裹上烤一烤 受熱 烤一烤 受熱 水就烤掉了 不要回復變成藍色 藍色 OK 剛剛分開 這叫做酸鹼指示劑 酸鹼指示劑 以後你就要給我背清楚 酸中什麼顏色 鹼中什麼顏色 它在那個輕氧化 它是鹼的 鹼的叫做紅色 然後加入足量的二氧化 它會變成酸 酸會變成無色 所以它從銅色會變成無色 這就是顏色發生變化 這樣也知道 它有化學變化生成 剛剛新加硫酸銅 硫酸銅裡面有銅離子 所以硫酸銅是藍色的 新加硫酸銅產生硫酸銅 硫酸銅沒有顏色 所以從藍色變成無色 所以我知道它有化學變化 這些就是 經由這些反應的結果 我就確定它有新物質生成 所以我就知道它有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OK 那上面所舉的例子 很多都是我們未來要教的事情 你就先給我記住 記住 比如說酸鹼水會變成水跟氧 諸如此類的 你就給我記好 這是我們要學會的內容 OK